十三 工商時 專家投資術德性安聯 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經理人傅子平 四季投資術克服人性弱點 2015年9月5日專家投資術 C.二毅橋而在投資界 德性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經理人傅子平 數有基金醫生的稱號 他出社會後就堅守投資崗位超過二十年 一檔生技基金 從十三年前成立即照顧資金 如今他管理全台最大組合基金團隊 幫助投資人挑市場 選基金 扎實的生技產業背景 加上善於掌握基金的報酬率和爆發力 因此有了基金醫生的美名 傅子平認為 一般投資人之所以無法達到長期穩健的投資效果 在於沒有掌握正確的投資心法和投資工具 以至於凡下追高殺低 無法斷捨難離等常見的失誤 經歷了二十年以上的市場洗禮 他正連出一套四季投資術 目標就是克服人性弱點並追求投資操作的彈性 以此因應變化多端的市場 打造四季佳儀的投資組合 今年全球市場變化極大 從業論隱私升式 希臘公投危機 六股重錯 由價下錯到人民幣重貶 掀起全球投資市場驚偷蟹浪 傅子平特別有感 今年投資 人多的地方一定不要去 停利或停選更要決斷 句號 上半年的中國市場 就是父子平口中所謂的人多的市場 這是所謂的策鞋和理論 當一個市場連大學生都盡去買 已經是買什麼賺什麼的時候 就要留意高峰之後的收證波 他回憶 去年8月上證綜合指數還在2200點時 他趁勢加碼中國 12月上證綜合指數暫上3000點 他部分獲利了結20%出場 直到今年6月上證綜合指數暫上4500點 傅子平平股市場過熱 更在一片大好市偽然決然全數賣出 統計前後在中國操作的報酬率就高達近60% 其後雖然中國一度暫上5100點 之後卻是一路重挫回吐今年帳幅 傅子平的果斷 打過了者波沉重的賣額慣殺 並適時地落袋慰安 不過他也分享 現在一片悲觀情緒 反而又見到中國長線的投資機會出現 也因此 傅子平更體認到 投資要成功 看對趨勢只是基本 關鍵營在於能否克服人性 嚴守紀律停利停選 才不會被市場使出去 他認為賣給買還要難 停利要克服人性的貪婪 停選則要克服人的博弈心理 傅子平認為市場變化快速 總會有看錯趨勢的時候 但錯時能否忍痛停選 也考驗著人關於一把的心理 而傅子平在基金挑選上也有一套嚴謹的方法 身為基金醫生如何診斷基金好壞 管理團隊是很重要的參考指標 對父子平來說 如果基金是孩子 管理團隊就是父母 教養管理方式將養成 並決定一支基金的投資風格和成果 比如 經常更換團隊 或是管理風格較為投機的基金 在職效表現上就可能大起大落 不宜追蹤 如果團隊陣容穩定 操作策略穩定 賦以德性安聯投資 決策委員會直從總經度技術分析等 六大指標判斷市場狀況 就可找出基金在何時會有較好的表現 再透過組合基金以靈活彈性的佈局方式因應市場變化 隨時進行調整 投資組合自然可達到四季佳儀的效果 投資術分析 策略一 用組合基金打造四季佳儀的頭組 傅子平表示 每年主流資產都不盡相同 組合基金具有靈活彈性的特質 能以不同市場變化打造最適合的頭組 策略二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傅子平表示 過夜的市場不要想搶進 或者當市場過夜時 要開始思考停利策略三 賣比買更需要勇氣 停利和停選都不可手緣 傅子平表示 停利要克服人性的貪婪 停選則要克服人的博弈心理 賣得果決 才能對抗市場波動 穩定累積長線資產策略四 收益和成長是投資組合都不可小的元素 傅子平表示 投資組合中必定要有收益與成長兩種元素來搭配 以此提高投資勝率 於是 為了